各位观众 主内平安喜乐 欢迎你们收看平日的福音分享 今天的福音是常年期 第十三周 星期五 马斗福音第九章 九到十三节 马斗被招为徒 耶稣从那里前行 看见一个人在碎关那里坐着 名叫马斗对他说 跟随我 他就起来跟随了耶稣 当耶稣在屋里坐席时 有许多碎吏和罪人也来同耶稣 和他的门徒一起坐席 法利赛人看见就对他的门徒说 你们的老师为什么同碎吏和罪人一起进食呢 耶稣听见了就说 不是健康的人需要医生 而是有病的人 你们去研究一下 马斗是一个为罗马帝国收税的税吏 由于职务的关系 经常以外邦人来往 并且还利用职务图利自己 而成为社会公认的罪人 有一天被排斥在社会边缘的马斗 独自坐在碎关里 耶稣正好从那里前行 一看见马斗就召叫了他 马斗的回应也如同第一批门徒一样 毫不犹豫地舍下一切 立刻跟随了耶稣 耶稣召叫了被社会公认的罪人 成为他的门徒 对犹太人而言 是一个出人意料的招教 因为他们看不见 耶稣表达了天主对罪人的怜悯与慈爱 耶稣紧接着诱汉许多的税吏 和罪人一起同时进食 让固守法律的法利塞人极为愤怒 证悟而议论纷纷 并向耶稣的门徒反映 为什么他们的老师 以税吏及罪人一起进食 因为当时凡是与罪人来往的 包括与他们一起同桌用餐的人 都冒犯了法利塞人的律法 因此他们不接受 耶稣与罪人同袭 而加以排斥 是否让你想起 保禄在皈依以前 狂热的迫害 基督徒的行为 这显示出 法利塞人虽然熟悉先知 宣告慈悲的天主 寻找迷失羊群的福音 却不在乎 却不在乎罪人得救的矛盾 然而耶稣与罪人同袭 却意告了在末世 以耶稣一起享用天国的宴席 彰显了主的慈悲 以宽恕的救恩 这不是一般的社交活动 而且更明确的表达了天国的宴席中 也有被以色列排除在外者的位置 从此为参加天国宴席 除了信德 并不需要任何条件 打破了法利塞人僵化的律法 当耶稣听到法利塞人的质问 就清楚地表明 不是健康的人需要医生 而是有病的人 耶稣的使命不是来遭义人 而是来遭罪人 是为了指出那些自以为义 仅仅遵守法律的规定 却不行仁义 不接受耶稣宣讲的天国福音的人 因为耶稣结交朋友的目的 是为了让每一个和他相依的人 都变得更好 而活出天主的肖像 如同天主一样的慈悲 我们当中没有人会把自己受伤的肢体 劫之的 相反的总是劫尽全力的救治他 以免造成身体的残缺 而导致生活失能 因为我们深知每一个肢体都是宝贵的 不可或缺的 珍爱他们 而珍惜他们 以此类推 我们人类是一个生命共同体 彼此都是不可或缺的肢体 每一个人都很重要 我有彼此相爱和扶持 才能使我们共荣共存 耶稣的爱与慈悲胜过寄宪的法力 反映了亚毛斯先知对以色列宣告天主的话 我痛恨厌恶你们的庆节 你们的圣会 我也不喜悦 即使你们给我奉献全凡计和数计 我仍不悦纳 即使你们献上回身做和平计 我也不垂股 让你们喧囊的歌声远离我 你们的琴声我也不愿再听 只愿公道如水长流 正义像川流不息 正义像川流不息的江河 感谢天主 谢谢大家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